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无垒肌肉线条令人尖叫,肌肉猛难上线,长大的三十弟弟不得了。 从童星出身到成长为当红小生,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。 甚至比不是童星出身的那些小生们还要难,因为童星们虽然走红早, 但面临的转型问题很困难,不少童星都因为转型失败消失在了大众视线。 很难超越小时候的自己。 长大后的三十弟弟也一样努力,长相更是越长越帅,并没有长残。 小时候的模样没有改变,身高也长成了男神身高,一切都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在发展。 其实大多数人对于无垒的印象还是一个大男孩,阳光帅气,饰演高中生的男孩子。 无垒的这组时尚杂志更是打破了以往形象,以及观众对他的看法,真知背心非常有形。 好身材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展现,没想到三十弟弟身材这么好。 万万没想到长大的三十弟弟是这样的,不得了啊。 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觉悟,努力锻炼身材,炼了一身肌肉。 多少男演员都没有这种自觉性的三十弟弟早早的就做到了,他身为艺人太自律了。 从小就很有艺人素养,在个人身材上更是毫不含糊,这样的身材没有意志力真炼不出来。 瞧瞧这标准的腹肌,到处都是肌肉的感觉,一点也不瘦弱。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就是吴磊的身材,穿上西装后笔直肩挺很有型。 鹿肉的时候又能够如此有料,浑身的肌肉让人惊讶。 吴磊长了一张很有诱惑力的脸,也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是一个不太注重的身材的小正态。 不是肌肉男路线,可他偏偏做到了肌肉男的标准。 脸很动漫很日系,身材却很满,为人更有魅力。 小小年纪的三十弟弟就超出了很多艺人的素养,未来可期啊。 不愧是从小在娱乐圈发展的人,他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。 也很绅士,完全不像是一个刚成年不久的男孩子。 或许肌肉能够让人改变对吴磊的固有印象,看到他的成长,他早已不是那个三十弟弟了。 如今在叫弟弟恐怕都叫不出口了,这是一位超有魅力的成年男性了。 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孩子要入坑三十弟弟的身材了。